那所以果然是一位朋友就把这个就推到上面了 如果让医院多赚一点钱 就我们多发一点绩效奖金 这个也是如果关系嘛 就是说就是医院只要多赚一点钱 就一定可以多发一些绩效奖金 Just checking 应该是 我看到很多人在点头 好那就是了 所以如果就是医院多赚一点钱 就可以一定可以多发一些绩效奖金 这其实是今天的 好像已经跑题很久的那个远距离了 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现在以就是要不要教育机构 教育单位来看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嘛 那大学面临就是他们一定要diversify 就是要做很多别的事情嘛 那因为就是如果一个人只进一次大学的话 那平均起来他们就是之后的那个人次的数量会解体 那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转机 因为他们后来就发现说 如果他第一次进来大学的时候 不是家常要他来才来 而是他带着一个问题意识来的话 那他比较未来碰到类似的问题 或者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他还会想到这个大学 他会不会回来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专业国教育的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当你高三 其实在高中就已经有选期 后来有加深加广等等 其实有自己的一个research proposal 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如果需要大学的支援 那18岁之后19岁才去念大学 但是如果不需要 其实你比较需要社会部门或经济部门的支援的话 那你就直接去什么部门或经济部门工作 或甚至公布门 那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并不是说你就永远不去大学 而是说想到大学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分析了 你奇怪了 想法 但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是需要 这样的研究机构或学术机构 才能够做的时候 那就到大学 但是说不定是带着一个研究问题 而且是一次就是 关于你的这个兴趣所组成的一个学生 而不是觉得好像是为了一个学位 然后来大学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大学本来就研别什么 但是现在有很多教育机构 他就是专门去把 就是可能已经在业界三年的 五年的七年的等等 去规划这样子的学生 然后让他一生之中 会回到大学好几次 所以摊题来讲 只要每一句每个人 会回大学两次 那这样少师女化的那个问题 就直接被就是cancel掉 那但是我如果是在业界 而且我工作时间还蛮长的 那我就是要这么样子 实体的去大学 这个就不容易 那所以呢 我们就回到这个远距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在教育部 其实学的授业法也好 远距教学办法也好 其实慢慢的都已经开放了 就是说大家在以前觉得 最困难的就是 我们这样子面对面的讨论 我可以确认各位的注意力 就是我讲的笑话到底好不好笑 那你稍微点个头 我可以知道你再点这句话的头 而不是上一句话的头 那等等 那见面至少有个三分情嘛 今年当然 你听人口罩两分情嘛 见面至少有个两分情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很多人对于以前视讯教训 那样子的经验 都还停留在过去 那种可能还会抽歌啊 这个声音还不太为定啊 可能还有echo啊等等啊 那就剩一分情啊 那如果中间突然间 这个瞬间中断啊 那可能因为就是你知道 Google啊 也会瞬间中断的情况下 那马上被人倒扣一分情啊 因为我们在就是 这样子见面讨论的时候 如果这个在场的大家 忽然之间 这个所有的人都这个 跑出去 集体这个杯葛 我的讨论 这当然是件很失利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断线的话 它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而且还不是我们害的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就是人在那个 就是情绪记忆里面 就会对这样子一些事故 就是记得特别清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当然就是 不外乎就是很多在 就是不管是大学啊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朋友 他确实年轻的时候 曾经对视讯有过经验 但是那不是什么好经验 所以每一次就是发现说 那现在事情要开发了吗 等等还是存 不过今年当然因为 这个就是COVID-19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 Hinsight 2020 完全我们回头去看2020年 就发现说 大家在不得不然的情况下 真的也发现说 脑力也快去可以清掉 现在用手机 不管是接玩反加光线 或者是接5G 这个延迟基本上都是可以互约 真的是点头就在点着的头 那而且现在 也算法也相当好 就是如果中间我讲话的 这个声音 稍微有一阵子 这个网络有一点点不稳的话 它可以脑补到 可能0.1秒 现在最新的研究 好像快要到0.5秒的声音 就是听起来完全非常自然 好像中间完全没有出现 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一样等等 所以在这些新的科技之下 好像远距慢慢也有两分清了 然后慢慢2.5分清 3分清等等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像我在未来的 就是服务上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这个能力 去建置远去诊疗的院所 那有一定程度上面 就是他个案不是很想出门 或者是for some reason 没有办法出门等等 这个情况 那对他来讲 就是各位的可及性 就是可以联合到各位的这个程度 就比起他要到最近的诊所 要来的稍微好一些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类似像是一个教学 可以让学生的人数增加 因为你开一般的这样子的成本 是差不多固定的嘛 但是你加一个直播 那也是一个常数成本嘛 那之后 因为我们这边是499吃到饱 就是不是我们故意的 但是就是到最后就变成 499吃到饱的情况 所以不用白不用了 然后之后如果又是用5G的话 那同样的就是 如果你使用一个吃到饱 这个品款的话 那确实是在就是偏向的朋友们 他也可以有一种 好像胜利其境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不会再像以前 只有是有关品网络的 那一些特定的文件账 或者是卫生所 或者这些医疗机构 他必须要到那边 才能够有足够我的视讯品质 所以所谓越偏向越陷进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面 就是我们用前瞻 新一期的那个计划 大概就是会确保说 我们本来就是靠光线旺路 覆盖不太到的这些地方 那无论如何 都要现有5G的适用 那5G就是大家用 大家拿税前嘛 在台湾大概就只有 学习跟健康两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都举 这两个事情的例子 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所以意思就是 国家化钱 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 如果是任何别的事情 我还就会说 什么与民真理 什么这个市场经济 什么不要这个国家插手 什么 但是在我们这边 偏向 所以小孩一定都要有 相同的学习权 一定要有相同的健康权 这个是没有任何人 反对的事情 所以或是说 如果有人反对 也是极少数的情况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把5G 大家可能知道 在拼付竞标的时候 多出了一大笔钱 那全部都投入到这边去 他不是拿去补别的 财政的这个问题 而是说专门就是 放在5G上面 要确保说 在运气医疗上面 未来在很多的偏向上 可能他们连到各位 然后接触医疗服务的 这个几率 会比他们 就是霸山涉水 到比较附近的 这些院所要来的高一些 那所以 这个部分 当然不一定 就是马上就多赚一些钱 但是 Gradually Panty来讲 好像是可以多赚一些钱 希望有回到这个题目 而且没有完全 这个忽略了解 今天讲话 不要提 好 好